其實是成功很重要的條件 經過科技大學關公學學生莊家豪 在高中的時候看到調酒的表演覺得很趣 就決定要先為調酒的選手 經過不斷的努力聯繫 在最近參加理工醫球蓬萊北全國調酒 即托盤咖啡大賽職業大專花式調酒組 他優秀的成績在中阿軍 在英國的帶動之下 莊家豪手中的館子飛來飛去 最後先為一杯好喝的飲料 經過科技大學關公學二年來的學生莊家豪 為各種一年來的時尊看到調酒的表演 因爲感到很趣 所以就下定我心想為調酒選手 即使因爲更來踏殘印的學生真多 而調酒的歌手也不少 雖然常常參加比賽 但是生結並沒有理想 一直到後來踏建國科技大學關公 當時自己調酒選手 經過不斷練習 總算在最近參加理工醫球蓬萊北 全國調酒和托盤咖啡大賽 即使台專花式調酒組當中 遞到英白 因爲那時候在高雄的時候 就是有看到他們有國際花式 就出去比賽 然後就是看到之後就覺得很帥 所以才會想去 就是去學校社團裡面再學這樣 對 那你學了多久 學了多久 學了大概 從高一開始到現在 大概有三年到四年 就是你要去學更新的招 就是更多東西很多的時候 你要去想辦法說 要怎麼樣去接到這些東西 要怎麼去接 然後接得好 接得好看 這才是最難的地方 建國科技大學關公的 學主任表示 好好提供最好的什麼 給學生來練習 並且鼓勵學生參加比賽 參加比賽經驗 才能有好的成績 我們很開心 這幾位同學 然後是我們這邊的 優秀的一個社團的一個幹部 然後他們從平常的練習裡面 就希望有一個舞台可以展現 然後在這個舞台裡面 他也帶給我們很多的成感跟支持 然後希望未來裡面 他們可以多多加油 那在平常的話 我們就提供 這麼棒的一個調酒教室 然後所有的器材 由社團 由我們系學會來支持 所以他們在經費上面 是無後顧之憂的 然後我們希望 他們可以把這個專業 帶到以後的產業上面去 在了花式調酒以外 建國科技大學當時 也會有的學生 正常的調酒和咖啡的調配 讓同學在混亂的過程當中 了解到參與的基本機靈 未來必要之後 可以順利來集合 新章話新聞 八秒年終話 彩虹報道 將會進行 八秒年的芒 一刀 五十百萬 二刀 一刀 五十百萬 五十百萬